中华民国护理师工会和台中慈济医院 趁着暑假期间 联合举办一场小南丁格尔的护理体验营 而受到巴仙乐园粉尘爆炸案的影响 特别设计了一关收烫伤的医护处理流程 一方面呢让参与的国中生 认识收烫伤的危害跟处置 另一方面也让更多人知道 护理人员辛苦不为人知的一面 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 遇到像一个手部有水炮的 那我们要怎么照护 换出假人模拟烧烫伤患者 台中慈济医院护理人员这天 要为台下这群国中生 上一堂认识烧烫伤的医护课程 拿纱布我们拿脚夹边边 因为我们拿中间可能就 把这个纱布给染污了 像我们不经常做事也是这样子 以后这次的一个发现事件来说 那是在一个大户外的话 我们应该是先帮病人 先冲脱泡盖送 那如果说已经是到后送到病房的话 或是到医院的话 那我们真正在临床的医护人员 我们实际上是帮病人是怎么做 所以我们有实际上有一些伤口图片 包括说一度或二度的一个烧烫伤的程度 让他们自己实际操作一下说 这个换药方法是如何 从认识烧烫伤开始 说明不同等级所造成的危害 循序渐进 最后是替伤患假人处理烧烫伤的伤口 受到八仙热源粉尘爆炸案的影响 医护观念受到重视 因此中华民国护理工会 和台中慈激医院合办这样的课程 邀请国中生来体验 建立起正确的医护观念 学习到烫伤的处理流程 那像你自己刚刚这样的 会不会觉得有困难 或者是有难度的地方 难度的地方就是 他的一些角度 对就这样 学习都要怎么照顾那个 烧伤的地方 刚开始的话可能会先有水泡这样子 那有时候可能水泡会破 那如果是水泡还是完整的话 我们先保持它水泡的完整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干净的一些衣物覆盖 如果是手边有纱布的话 还是用纱布覆盖 那如果是已经暴露了伤口的话 那我们可以是用一些 如果是在户外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矿泉水去冲洗伤口 一个上午的时间分层六组轮流进行 让这群小男丁格尔 不只学到了招呼烧烫商的技巧 也让他们了解到医护人员 背后辛苦的另一面 记者里讲的钟 差不多